花祖威务聯盟 請大家報告一下 麵德斯要聽你聽 開啟 今天就很容易 請到Raze Hub 來 分享一下中國的經驗 我覺得其實會非常有價值 因為他之前在開放社群中 貢獻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又去中國做了一些類似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說中國軟體硬體業 最近都是土肥猛精 然後其實這個風土林青也跟台灣太一樣 那我覺得應該會有很多東西可以講 那今天也謝謝大家過來 我們現在就請美鳳俠和美鳳帶來精彩的演講 謝謝 好,那我拿著翻譯公司因為聽說要這樣講台北這邊才聽得到,是不是 啊,市場來,市場來 那今天這個有錄影嗎 應該說這個錄影會怎麼用,我想先了解一下 它基本上會放在網路上,然後給攝影人看 然後如果有任何覺得說最好不要錄影的地方,我們可以把它停一下 這樣嗎 那個,然後你要說我全程都不要 因為在Windows煮不好的時候,他都會拿來問 那我們是說,我想知道我們今天的時間是從現在到什麼時候 我們大概差不多是到9點左右啦 都是,但是要要到11點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一般而言啦 因為我通常其實,與其說我講 不如說我很希望說大家有想到什麼問題 然後就直接互動,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有時今天人數少,就像我今天早上分農校 然後中央大學,然後去他們那個觀念所講 也是人數跟今天差不多多 然後馬上講到一半,有人就打到我 就說,那這個東西到底怎麼樣 我就馬上講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這樣的氛圍 那可能上海這邊的同學就 我想問一下 我想是那個 就上海這邊的同學現在有幾個 一個吧 一個嗎 對,然後台北那邊可能 蛤 沒有 沒有,台灣那邊 好好好 我知道 我覺得你很聰明,你知道我想問什麼 那個,我們台北同,台北可能 反正就是 只有聽到 你這樣講話台北人聽不到吧 對,我這次,我只是要跟你講 那就是說可能有些同學他可能就會再插進來 或之類的 所以你其實不知道有誰在聽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誰在聽就對了 就是基本上都是我們公司同學 OK,那個上海的同事現在是一位嘛 我覺得啦 其實我其實平常是住上海啦 那我們也可以在上海約一下 也可以交流啦 那我甚至覺得說 當然你現在參與我很歡迎啦 那只是說呢 我們這邊交流可能會有更多的一些交流內容 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實我還是自我介紹一下 好了 就 你說,你說 好,不好意思 上海約的話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那時候就要提出來 那你覺得這是涉盤活動嗎 你想說我們在台灣 其實要看到大陸 嘿 好,這樣我知道 我也知道是涉盤活動 不過呢 就是我的發言 當然至少代表我個人嘛 所以不論是涉盤活動 還是任何的場合 就是我今天不是代表任何的組織單位 就是代表我個人 所以有時候這文則要自出 所以我就要那個 嘿 就大概了解一下 那 就也讓各位了解 我現在還是先自我介紹一下 那 剛剛發生一個悲劇 就是說因為我 我今天早上回中央大學 然後我是中央大學的產經所畢業的 所以下午就回去我們所上 然後呢 後來傍晚跟我們知道教授碰到 我就跟他相談勝還 然後相談勝還完了之後 想說啊 時間快到 我來不及來新竹 然後中央開始下大雨 我就衝出來了 衝出來之後呢 就 就終於開到 還好沒有遲到 結果我才想到說 我的筆電放在實驗室往前拿 OK 所以說今天呢 就不好意思 我有準備一些簡單的slides 其實 如果沒有的話 或許這個可能 上海或台北的同學 看不到 其實各位都看不到 但是我覺得無所謂 我今天就直接用講的 那我有一些內容就 呃 大家就沒聽啊 嘿 那我覺得是 社長活動 我也希望說不要用那種太正式的方式 來交流 或許會更好 只是剛看到錄影機不免 還是心裡想了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我相信Mindos對我很好 OK 我們感情很好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還是 呃 能講的就講 那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Richard 然後中文名字叫林綠強 那以前呢 我 呃 我現在 其實我的很多資歷比各位都淺 就是說呢 我在中央研究院待了比較久的時間 從2009年開始 到14年呢 是在中央研究院 資訊所裡面有一個叫做 自由軟體鑄造廠 它英文叫 Open Source Software Foundry 這樣的一個計畫 裡面工作 那我主要負責的內容呢 其實是研究 Open Source 開源還有Free Software 自由軟體 它的一些 反正不是技術面 因為我的本身 可能各位都技術人啦 我是對技術有些興趣 但是呢 本身不是技術人的出身 我是政大法律系畢業 然後那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那我的同學都是在做律師司法官什麼的 但是我就沒有走上那條路 那後來呢 在研究院呢 工作一陣子之後呢 我就是 對於開源啦 大家一起 協作開發這件事情 覺得很有興趣 那為什麼會有興趣呢 我一開始其實是 自己的興趣是PDD鄉民啦 OK 所以說那個 至今都是鄉民 每天都會上PDD 然後我是兩個版的版主 那 總之先不講什麼版啦 那那個 可以先講 沒有 我的版是小版啦 不是 所以不用先講 一個 一個真的 我跟你講 很多人會覺得說 怎麼你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就像我實在搞不懂 為什麼會有鐵道 你對鐵道那種鐵路 像火車頭有興趣 我始終搞不清楚 我的興趣當時 是在於消費者保護 跟這個黑電相關的 所以我曾經是消費者保護版的版主 然後從不知道零幾年吧 到現在都是黑電版的版主 所以你去黑電版 在AntiRamp那個版 看那個版主的ID 第一個就是我 OK 那我之前其實就覺得說 大家莫名其妙 會對一些議題有興趣 那就像我莫名其妙 對消費者保護 黑電有興趣 至少我知道說 哪裡有黑電 我不要去消費 一字塔 OK是這樣 那我就發覺說 大家透過網路之後 常常會有 一起做一些事情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模式很有趣 我才研究到原來開源 Open Source 就是這個模式 算是比較早的始祖 利用互聯網 然後大家一起來共同工作 就加上Code 這樣可以透過網路傳輸 所以其實更好方便大家一起來 然後 所以我才去研究院 然後去完研究院之後呢 有個機會 我就到中國上海去 那這個機會是來自於我參與了一個 Open Source的一個很大的會議 那我跟比如說Mindus 或者是說 跟在座還有其他的前輩 就是我很多都在那個會議會見面 那個會議叫做Cose Cup 叫開源人年會 COS CUP OK 那這個年會呢 其實已經舉辦到今年是第10年了 從2006年開始 糾結了台灣非常多的 對開源還有自由軟體的愛好者 聚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也是這個年會的 製工之一 然後從10年開始我投入 到14年 14年的時候呢 我認識了 說錯了 13年 13年的時候我認識了我前一份工作的老闆 他叫做Thomas Yau 那是上海人 然後呢 他在上海有組織了一個叫上海Linux User Group 也就是說 這其實也是一個社群 就像今天大概是公司的社團 那在上海Linux User Group 就是一個屬於上海地區 喜歡Linux 還有Open Source的人 都會聚在一起 那我透過一個 當時在上海工作的朋友 認識了Thomas 然後後來呢 那個 Thomas就知道說 我當時有想要換工作的意願 那我對於創新創業這一塊也很有興趣 對於中國其實那時候是不瞭解 但是呢 也是有在關注 只是我要先說就是 就是真的媒體是有差別的 我在台灣 透過台灣的媒體 不論是科技媒體 或是一般的媒體 看到中國的消息 跟我實際住在那邊 在那個產業裡面去工作 我覺得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就是 現在上海這位同事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也多接觸一下 當地的社群 或者當地的產業 有時候會讓你眼界大開 跟我在台灣聽到是不太一樣 總之呢 他就邀請我到那家Startup 那那家Startup的名字呢 是叫做Git Cafe Git Cafe Cafe 那Git Cafe 如果各位就聽到說 Git 很有名的在美國叫Github 我想各位一定都有聽過 那如果沒聽過 你也不用擔心 你上網看一下 你就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了 它是一個全球目前最大的 開源代碼跟專案的集散地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有open source的project 都很鼓勵你放在那個地方 那沒人規定你一定要放的地方 只是放在那個地方 是一個比較常見 然後說大家共同文檔 可能都會放在google.com 之類的 它是一個類似的地方 那中國其實 當時Thomas也想做一個類似的平台 不過目的不同 他想基於教育裡面 跟扶持當地社群裡面 還有一些其他原因 如果哪一天 中國大陸的朋友 上不了Git Hub的時候 還有一個替代方案 OK有各種的想法 所以就做了一個這個東西 那剛好呢 13年14年 在中國的這個創業 創新還有融資都非常的活絡 所以呢 我就那時候覺得說好 就jong進去了 所以我在13年底的時候呢 就答應到這個團隊 那正式reallocate到這個團隊 是14年的2月 因此呢 我就跟中國結下了一些緣分 因為我之前不了解那邊 我也沒有家人在那邊工作 但是我覺得 可能我現在回來口音都有點變了 我猜各位可能覺得 我已經不那麼像典型的台灣口音了 不好意思我也會說台語 但是我還是覺得 或許在座有人聽不懂台語 我還是用普通話來說 那我在這邊觀察到 其實我今天真的想講的內容 與其說是講很細節面或技術面 我反而是想從政策面 商業面跟文化面 來去看中國的 不管是open data 或者是說open source 因為呢 這邊提到像我的題目 其實有講到說 開放資料跟大數據 其實數據跟資料在中國的翻譯都是數據 就是他們那邊講open data 直接講開放數據 那麼 這個議題其實大家如果寫成是 都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說我開放數據某種程度 是我們有工具 然後input了很多的數據進來 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工具 不論它是open source 與否 利用這些工具去分析得出一些結果 或者是拿來做成一個產品 然後這個產品可能有些資料 是我們不方便或我們拿不到的 所以這個其實 open data 跟open source 不一定有它的必然性 只是說 各位這個設法 我相信啊 我想知道 參與open data這個設法 是大家都參與過很多次 還是有沒有第一次來的 我們舉個手 有沒有第一次來的 OK 那如果說 還是大家在猶豫 OK 反正無論如何 就是如果你今天來過好幾次 我相信各位對open data是什麼 我就不去細部的去說明了 那可能要講的是 為什麼中國在某些東西的發展 會長得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樣 那我也可以用很簡單的話來講 但是我覺得 我在那邊最深切的感受不同就是說 在台灣有時候 我們面對中國跟不同的地方 我們給它是一種比較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我們是比較批判的去看待這個事情的 我認為呢 批判的看待中國的一些 長得不一定跟我們想的一樣的東西 不是一件壞事 可是也要去回頭看 存在就是 存在就是合理 就為什麼在那個立法會存在一個 我們看起來覺得不合理的一個東西 那我覺得 我在那邊生活兩年 那包含 我去那邊大概 基本上幾乎沒有交台灣的朋友 就是我要求我自己 不要跟台灣混在一起 去那邊就是 所有認識的朋友 什麼都是大陸人 所以呢會有一些想法 那再加上呢 我之前因為中國剛好也在推 不管是open data 然後大數據 以及open source 在他們看來是差不多的東西 我必須講 那有些人看來 所以我也跟公信部的一些官員 有過一些交流 不管這個交流是比較深的或比較淺的 所以呢 今天我知道我錄影 有些東西我可能就 會後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就是 無論如何就是 我會從那個政策面 商業面來 還有網畫面來跟大家解釋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 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呢 其實是那個 由中國的 應該算OKFN 他們來做的 大家知道OKFN是什麼東西嗎 我有聽過嗎 就是 OKFN 是那個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OK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它是一個開放知識的一個基金會 然後寫CM CM是中國 那他們有整理出一些 大陸 它在推動這個政府 信息 信息就information OK 的一些東西 首先呢 比較早 因為這是一個 類似我們那個 GDP做的政治 就是把一些事件 記錄下來 還有一些地點 OK 那其實 他們是在2011年 開始做這個事情 講白一點 並沒有說晚很多 就 跟台灣比的話 並沒有說晚很多 當然台灣很早期 有一些 就所謂的政府 醫化啊 資料可能上網 但是格式完全不對 倒是不可用等等的 他們現在也覺得 在一年開始呢 是為了 要做上海智慧城市 這個計畫 所以說智慧城市 我們可以想像 就是說 很多的資料都公開之後 很多人可以借取 然後做出一些東西 那所以呢 我覺得上海市 常常是在中國 去做一些 Leading的東西 因為呢 首先它是 在全中國 最西化的一個地方 然後 另外一點就是說 上海它一直覺得 自己是中國 最先進的城市 所以呢 它會去做一些事情 來跟 在世界上各地去相比較 然後不見得 中央這時候 大力的去 去推 那我覺得 這跟美國有點像 美國做的那個 Open Data 其實最早是從芝加哥 芝加哥這個城市 開始做起來 把很多東西 都放在上面 還有Open Source Code等等 OK 那可是呢 這個 截至2012年底 九個 上海地方政府部門 參與了這個 低企業建設 註冊了 425條 信息資源條目 OK 那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這個網站 大家可以記得的話 其實很容易 Google找得到 那 這不是一個特別 Excellent的成果 但是 只是一個開始 OK 然後再來呢 這個地方就是說 寫了 有一個人 OK 那這個人呢 為什麼他把它寫大字 因為中國算是 比較早 應該不是第一本 但是他寫大數據 這個內容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提到 Open Data OK 所以他是紀錄了美國 09年開始 Open Data運動的始末 所以呢 就是在大陸 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會reference這本書 OK 那這本書其實呢 我還沒找來看過 我還沒找來看過 我只有看過網路上 一些簡單的介紹 我覺得說各位有興趣 也可以去看 那這個link 就是點到Amazon 可以去買這個書 所以 大概是也是在 12年的7月的時候 開始 有這樣的一個介紹 後來呢 其實 上海做了之後 大陸的一線城市 通常都會開始做 北京通常不會落後太多 一般而言 因為北京是中央嘛 中央有些事情呢 就是說 北京市政府做什麼事 雖然它是市的等級 但是因為 人家就說一句話 就是說 不到北京不知道關小 就是說北京的關是特別多 OK 所以說在做很多事情 他們不敢是衝第一個 通常是其他的地區 做出來一些成果之後 會去 覺得安全沒有問題 或中央沒有去打 北京市會去做 OK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 它的數據的上限 所以可以看一下 像現在 北京市的一些 資源項目開發API 還有API應用等等的 洗劫的話 我還沒有看 但是呢 跟台灣現在很像 你看喔 熱門下展高校 小學中學 土地 OK 土地用途分區 還有什麼星級酒店 軌道道交通 原則上呢 其實中國對於open data的想法 就是一些公務 公務門而且不涉及高度政治性的一些數據 它就會公開在這邊 那之前就有朋友問我說 台灣的朋友問我說 大陸做這個open data 是不是最大的問題是這些 data 都是假的 OK 是問我這個問題 那我只能說呢 即使是台灣 這些資料的所謂的正確性 我都不敢說它完全是真的 那我也講一下我對大陸政府的一個觀點 就是說在政府裡面呢 如果今天中央政府給出一個非常強的KPI 要求說 你必須要達到什麼東西 例如說你的GDP你要達到多少 或是你的就業率要達到多少 確實有可能為了滿足政策的要求 而美化或者是裝飾那個資料 而這個美化或裝飾不見得一定 一開始是用假的 但是它可能會打一些擦邊球 使得這個資料看起來比較符合政策的指標 因為政策指標如果真的達不到 除非全國人都達不到 要不然就有可能造成一些權力的變動 官員會弱馬或者是等等的 所以確實在中國的一些 如果是涉及統計數據或是KPI相關的資料 可能會有一些浮動 但是我們也看到有一些 跟這個事情無關的資料 比如說交通資料 或是一些那種教育相關的 比較屬於事實性的資料 其實都可以認為說它的正確性 應該還算是OK 所以這也是我對大陸的這個 政務的數據的一個看法 而且現在大陸很多是直接 不一定它談大數據 它會整個把它談在雲計算裡面 或是說我們政府有個私有雲 這個私有雲裡面有哪些服務 那其中一塊可能會是數據的提供 也可能會有政府會買雲計算資源 然後去做政府的政務雲等等的 所以這一塊現在的架構 常常是放在政務雲底下 各省都有去做OK 然後再來呢 因為2012年的10月它上線 那其實就有一些dataset在裡面 那再來呢 其實這個人是誰呢 汪洋可能大家沒有聽說過 其實我去中國之後呢 很多官員的名字我都沒聽說 但是其實他們官員就是很多了 國家有個副總理 然後他是前廣東省的書記 這個人呢 他其實在2012年的時候呢 就會講到說 因為大數據很重要 OK 所以呢 他就說政府的數據 理論上應該要是公開開放的 那大陸是這樣子喔 我觀察到他們呢 跟台灣的政府有一點點不同的是 台灣政府說什麼事情重要 可能是在側風向 就是說台灣政府的官員出來講一句話丟 其實是要看看行業界或各界 怎麼樣去反應是罵他呢 還是覺得他好呢 然後等到聲音都來之後 我們再去做真正的決策 或是真正的決策你不見得知道 總之他就做了 那大陸的情況呢 是仿佛啊 這是我的感受 仿佛他們在丟什麼訊息出來的時候 都已經經過一些審貝 然後比較確定 這就是政府要的大方向 所以才會講出來 而不是說 我就先丟個東西去扯風向 所以呢 那2012年其實政府 中國政府就有意識到說 數據的重要性了 那不管是開放數據或開放緣 他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會影響到治理 那所謂治理是什麼呢 就是大陸現在 互聯網化非常的厲害 而且呢 中央政府極力去推動 互聯網化以及數據化 原因是因為呢 中央政府希望能夠跨過省級政府 直接控管道就是很多的東西 舉例來講 過去 因為大陸很大 它是中央然後有省縣 就這樣下來 台灣以前也有嘛 就是說所謂的中央台灣省 然後縣市 後來我們覺得這個架構太複雜 就廢掉了 那大陸是這樣子的 當很多的數據 它都已經按照他們的規格要求去數據化之後 中央就可以去更公平的去評估 哪一些省的政策是怎麼樣 然後以前呢 像不是只有說這個公開的數據 有一些私密的數據 舉個例子 金融數據 那現在在大陸 比如說支付寶 微信支付這類的東西都非常的流行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了解 你們了解大陸的行動支付什麼 可能不見得了解 或是你聽說過 可是呢 我生活在大陸 我可以做到一整天我不拿錢包出來 我不拿現金 我是可以去消費等等的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也意識到了 就是大陸的政府 他有辦法可以知道 我所有的一些現金流向 因為當現金都變成是 支付寶上的數字之後呢 其實他們稱之為這個也叫大數據 就是說呢 那你可能說這個是螞蟻金服的啊 螞蟻金服就是阿里巴巴的那個 做金融相關公司 你可能說這個數據是螞蟻金服的啊 為什麼政府會覺得說那個大數據 簡單說啦 政府要它吐出來 它就會吐出來 因為在大陸方便的地方就是 所有的 所有的企業都還是必須受到政府以及黨的領導 OK這個事情是不會被改變的 OK我們可能聽起來會覺得有點 心裡會覺得有點抵觸會有點奇怪 但是在大陸呢 講這句話 人們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會覺得說你在講廢話嘛 就是本台就是這樣啊 OK大概是這樣 所以透過現在的互聯網金融 把所有的錢都數字化之後 更容易掌握每一個人 人與人之間的金錢流動 那這個東西台灣才剛開始要推而已 就是移動支付啦 所以其實真正中央想要的事情是 一切都數據化 而且數據化完了之後 一定會慢慢的數據越來越正確 這時候國家機器對於公司 對於組織還有對於人 它的了解跟它的政策的到位 會更加的就會更緊密 只是這樣當然大家可以想得出 這樣對於政府效能提升有好的部分 對於一些其他人民個人權利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影響 OK大概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點就是我剛剛忘記講的 就是那個 上 不是 就是大陸的官員呢 他基本上講話呢 他都不會講到很細 就剛剛講 比如說他那個國務院副總理王眼嘉 他會講的大方向 然後大陸的情況是 大方向下去之後 可能由國務院出該賴 然後那個該賴寫的呢 某種程度呢 也不是那麼清楚 然後呢 再下去各省 然後各省就會想說怎麼做 其實跟台灣的情況有點像 就是台灣也是行政院出一些 比較空泛的東西 然後重點是呢 可是我覺得大陸 比台灣來的有效率一點是 他們各省總會有人做得到 國務院所要求的 所以呢 他們就會表績效 等於這個機會比較好 那所以他們即使是政府的高層給很空 所謂假大空的一些指標 一些要求 那底下的人都會把一些指標自己去定出來 然後自己去達到 來顯示說這個省的績效是好的 以爭取到隔年更多的預算 或者是他的質疑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覺得跟台灣最大的不同點是 台灣可能沒幾個官 或是沒幾個地方 大家就雙手一攤就說反正做不到啊 或是說你這個東西我真的沒辦法 或是哪一些所謂的法治的理由 來對於中央政府有一些抵抗 但大陸總有人不抵抗 而且其實大部分地方 是不那麼會抵抗中央的 所以導致呢 在各省競爭當中一定會有人做出來 然後其他省在學那麼深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大國有它的好處 那接著就是上海市 也上了這個一樣的一個內容 然後再來呢 因為這一個網站 但是由這個OKFN所做的就是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所以這邊也提了一下 OKFN是英國的一個Foundation 那其實呢 之前台灣也有一些人是在關注這個東西 但是它並沒有真的落地到台灣很深 那這個地方就是 什麼叫中國本地化小組呢 意思呢 就是社群 然後可以開始看到 由佛山的某個人 謝彪和上海的高峰 為志願大使 那我跟上海的高峰是認識的 跟他見過兩次面 一次在上海一次在香港 是剛好有一次呢 就是GTV的高家良 GTV的創始人 到香港去講這個跟Open Data 還有GTV的努力相關 那天剛好高峰也在 所以其實就跟他見了兩次 他們都是屬於 中國要搞本地化小組 就是社群 通常都比較困難 他們有一些體制上的限制 使得你要做社群 不是那麼容易 它不會去阻止你 只是它會去 怎麼講 政策方面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舉個例子 像我們在上海 Cidentics User Group 好了 我們每週四晚上都有聚會 而且呢 我們聚會人數有時候還不少 就可能比今天都還多 可能20人之類的 理論上 依照法律 依照中國的法律 如果你一個組織 你定期在一個地方辦活動 或者你在線上有一個論壇 有個網站 你要經過一些審查 例如說呢 你定期辦活動 你應該要去主動的備案說 我這邊有沒有組織 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在幹嘛 如果一直這樣做 沒有去報備 並且你討論的內容 可能有人覺得有問題 就可能會被進去喝茶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網站的話呢 是必須經過備案ICP 我想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在台灣或美國 做網站是自由的 你就隨便做一個上 在中國就是說 如果你做個網站 沒有備案的話 很容易是被ban掉 它其實原則上 你不罰你 它就是把你ban掉 就是這樣 所以呢 如果一個網站 你要備案 你可能就要用個人身份證下去 或者是有一個組織的方式去做 可是中國的組織又很麻煩 就是中國 不管是協會 或者是基金會很難組織 基本上很難 然後協會是比較容易的 那你要組成這種組織 都得掛號 在政府的一些單位之下 這個我待會兒也會介紹 所以導致中國的整體的集社 就是結社集會 結社集會的一個風氣 跟台灣不太一樣 不過這邊當然也是 你看兩個人就可以做社群 在大陸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後來有集結一些人 那再來呢 2013年開始 就出現一些實際上的發酵 那為氣候變化變成 這個是辦一個Hackathon 所以有人開始去利用 這個中國的開放資料 去做這個Hackathon 大家了解什麼是Hackathon嗎 大家要點頭 那我都不解釋 有人就說是 大陸翻譯叫黑客馬拉松 然後甚至還能講說 黑客也喜歡運動嗎 還去黑客馬拉松 就他們以為是一拳燈跑步的意思 所以這個要解釋一下 那 不過講到氣候變化變成 我雖然不曉得這一場活動的細節內容 但是我們在中國去看霧霾的指數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看政府發布的那個資料 因為一定是假 對就是 我們會看美國大使館的那個資料 OK 因為美國大使館出的那個資料 是相對比較準 那我其實也不那麼知道 他資料哪來 但是大家反正去對接的那個database 都是美國的 不是中國的 是這樣子 那後來呢 13年開始 風起民流的hackathon就出現了 我個人從14年到中國去之後呢 也參與了非常多場 是幾十 我不知道有沒有到上百 但是有幾十場hackathon OK 那這個風起是怎麼來的呢 在台灣hackathon會比較pure 是什麼 就是大家真的聚在一起 針對某一個議題 不管它是公益的議題 還是它是創業的議題 去把它組織起來 例如說像是 Star Weekend 創業週末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創業的hackathon 在大陸呢 某種程度hackathon 其實是一個營銷活動 跟台灣不太一樣 所以營銷活動就是說呢 今天有個廠商 他想要推他的產品 於是他就辦hackathon 然後規定這個hackathon 要使用他的產品 OK 大概是這樣的模式 那有可能三家廠商聚在一起 就要求說 你至少要使用到其中一家 或是某種程度 如果三家廠商是 在一個編程出來的成果 都可能用到的時候 比如說一家做雲存儲的 一家做什麼東西 就規定說你的東西 雲存儲要放在那邊 然後那個pass 或者是你的ice 要放在哪裡之類的 所以變成都是跟營銷有關啦 那變得商業化很嚴重 然後獎品獎金其實也沒有特別高 所以呢 就是 參與的 我經常看到就是說 參與的人就是那幾隊 就我可以在這個黑客聰 看到這一組人 留在那個黑客聰看到那一組人 然後做的是同樣的題目 所以 其實我就看 之前我就戲稱說 某一些黑客聰的參賽者 我就說 這一隊就黑客聰之王 就是這邊全部都得獎 就是這一場也是得第一名 那一場也是得第一名 其實同一個題目去刷分 OK 就每個地方都刷獎品 也有 所以我覺得跟台灣人不太一樣 台灣是真的想做出一些東西 那後來呢 剛剛講的都是北京市啊 上海市等等 那國家統計局呢 其實它就開始把國家數據上限了 到13年 OK 它就上了整體國家的部分 那其實也是統合了很多本來的一些地方政府的資料 再加上一些中央才有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這個就先把它跳過 你看 這個社群的 到這裡才有第三個人 所以這個社群真的一開始只有兩個人 OK 這不是我來講 所以第三人加入 他就也是寫一個新聞 後來呢 政府開始就會辦一些研討會 那如果研討會我也參加過 或許跟我們台灣的政府辦的官方的研討會 還蠻像的 簡單說就是 沒什麼人去又很無聊 然後議題呢 可能 議題喔 台灣我覺得還好一點 至少都會在研討會之前 去公佈議題 大陸有的研討會是不公佈議題 我覺得這個還蠻屌的 他就告訴你有研討會 告訴你講者 就結束了 那我想那議題呢 然後呢 在那個議程表裡面 每一個都寫代定代定代定 然後去了現場才知道他講什麼題目 然後甚至現場海報上硬的 跟我實際上去聽了他講又不一樣題目 OK 我在大陸是有看過這樣的一個研討會 我覺得 而且都是政府辦的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這還蠻屌的 這裡會寫 在復旦大學辦這個會議呢 裡面提到開放資料 其實也有關喔 就是說剛剛講的高峰那位 那位人兄喔 他就我在復旦大學也在兼著做研究 所以估計就是說這個研討會跟他也有些關係 OK 再來是一些普查的數據喔 這個就是反正意思要講說中國排名就是在哪裡 一般都排中後啦 結果沒有在排前面的 所以剛剛講說排中間就是排後面 無所謂 那再來呢 還有一些市籍政府 就是上海市北京市玩完之後 有些像青島啊 我上個月去一次青島 我才發覺說 那你其實並不是很繁華 但是呢 它已經是中國北方第三大城市了 我很訝異 就是第一大是北京 第二大是天津 第三大就是青島 OK 那總之 但是青島他也是很希望去建設他的信息化 就是從他的城市 他的政策跟城市建設來講都蠻多的 所以他們更進也算是比較快 然後這個年會我就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把它跳過 那這些是官方國家的一些報道 好 然後呢 接著大陸有個組織 我覺得各位如果有興趣上網看的話 我覺得也不錯 它是一個學術組織 我一直不會唸這個字 什麼YorkSafe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曾經也在杭州的YorkSafe 參加過他們的這個組織的一些活動 那它是一個屬於大學 很多個大學有資工的這樣的系所 它都有這個組織 就有點像如果說經濟系 有所謂的那個 那個什麼ISAC的話 就是那個資訊系 就有這個YorkSafe 大概是這樣 那他們也開始去關心一些科研的 科學研究的數據共享 那他們經常辦這種論壇 例如說在去年 是去年嗎 還幾年 我忘了 反正應該是 今年4月還是去年4月吧 然後YorkSafe就在杭州 舉辦了一個open source 他講國產知識軟件 跟開放 開放圓碼的一個研討會 所以還請到那個 請到rich house的我們來 OK 那樣的研討會 他們經常去舉辦 其實我在中國 後來這些內容 講白一點就是一直在講 那政府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那中國的 這裡也可以講的故事 什麼廣州將建立大數據區 在中國的局處設計 跟台灣不太一樣 台灣一定是所謂局處法定 就是說你現在看到什麼 很多局處都是法律規定的 有這些局處 在大陸不是 在大陸我覺得政府很像公司 什麼意思呢 公司常常說我們現在缺一個什麼部門 我就成立一個部門 然後就塞一個什麼部長 建立一個team 然後可能是從原來你們的team 跟什麼team 整病之後去做的 那我一看那個大數據局 我就知道說他們想法是 既然我們想要推大數據 然後呢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樣 我們就請到專家邀進來 去做顧問 然後把一些 本來在做大數據的省級單位的一些 研究人員往裡面塞 塞完之後呢 然後再動一些國家計畫 把經費往裡面塞 OK 然後就出來 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在大陸非常動態的 我認為這一點就是呢 他們的政府 如果要效能比我們好 就會效能比我們好 因為是很動態 如果要貪腐 就會比我們貪腐 因為呢 在那裡 這樣的 就是說這樣的預算配置 其實不太需要被監督 就某種程度 在台灣也會受到 不管是議會的 或者是立法院的一些監督 它這方面是比較有彈性 OK 所以我之前也是有接觸到一些 政府單位了解一些 他們的狀況 然後 反正總之 這個內容就是 放的越來越多 中央跟地方 成都也有 那成都這個地方 我也是剛好上個月去過一次 其實我覺得它跟台北有點像 就是說 為什麼說有點像呢 就是說它還沒那麼進步 像上海 或是北京 那個高樓大廈或什麼 早就超過台北了 那成都我感覺是 它發展現況跟台北 好像剛好差不多 那那個地方非常多的 startup 所以如果說各位 對於遊戲啊 或是對於這個 小的 startup有興趣的 可以去多看一些成都的團隊 那那邊 只要有開發者 它就會有這個 只要有開發者 它就會有相關的一些聚會 這邊有寫 沒有 它是美國 你有聽過嗎 OK 有 它是美國的一家公司 但是呢 它主要是做諮詢的 那去做一些那個 軟件開發相關的一些 各種各樣的諮詢 那我覺得它在中國 因為畢竟基因是美國公司 我覺得它做了很多貢獻 其實它的貢獻就很單純 就是我畫的這句話 提供辦公司 OK 它在中國全國各地 OK 都提供辦公司 就像今天這樣子 然後呢 它會假日 下班時間開放給社群 社群可以給它申請 然後呢 就可以在那邊辦活動 所以它做過各種各樣什麼 各種語言 open source 或者open data的活動 在FollowOps的全國各地幫優勢 那在北京 很多的社群活動 其實也是在北京的FollowOps 所以 在大陸有這樣的公司 其實真的不多 而且在大陸有這樣的公司 它承擔了一個壓力 你不知道這些社群的人 在你這個地方 到底在講什麼 如果這些社群的人 一哄而善找不到 但是留下的一些政府 不喜歡的東西 那你提供場地的 是不是也有一些 需要去多關注你的內容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 我只能說就是 中國這樣的公司 並不多 那我覺得還挺好的 後來就是 他們會再介紹 搞了一堆什麼 開放 然後開放數據中國 其實是一個網站 也是高峰他們做的 反正在中國就是說 做的人真的不多 可是能做出一些內容 如果你想要看一些最新的資訊的話 你就可以去裡面來看 那他們就有類似 比如說這個東西 就他們做了 我剛剛給大家看了 就是像類似 類似G01把一些項目放上來 OK 然後呢 同時他們也取得了一些 各個社群 比如說 OKFan 還有一些 數據聯盟 這個是 這裡我目前是沒有看到 政府機關在上面 但是就是說 我知道他們跟政府機關 是有合作的 比如說辦一些 政府會出錢 OK 像之前上海市政府 辦了一個Hackathon 跟上海交通大學 還有跟 開放數據中國 一起合作 那是因為我 本來是要 就我們進去那個活動的 所以我大概了解了一些 所以他們政府 在投入這方面 還比較多 所以他還是搞了幾年 才真的做了自己的社群 OK 所以到這邊 這個就停了 這個專案 所以其實 從密度 或從專案的 就是從 開放政府資料的密度 跟專案的質量來比 台灣是遙遙的引前 中國大陸 就比如說台灣的GDP 而且在GDP之前 也有一些其他的組織 都在做一些類似的東西 那只是說呢 我們可能能見度比較低 比如說在大陸 是很少人聽過 台灣在這方面有什麼成就 而且他們都很單純的覺得說 台灣有做這個 就感覺台灣那麼小的地方 能做出什麼東西 他們基本上的想法會是這樣 所以我透過這個東西 先給大家一個簡單的guidline 然後呢 它裡面其實剛剛提到很多政策面的東西 那商業面是怎麼做呢 我剛剛其實 我看一下 那在商業面 其實大家面對open data or open source 基本上呢 它的想法都很單純 就是 這東西對我商業上有沒有價值 有沒有幫助 有價值的我才管 沒價值的就是無所謂 所以說呢 在現在中國橫國的大數據分析 他們通常呢 是會拿政府的這個開放資料 來去做一些應用 而它做應用的目的 並不是因為真的覺得說 我想要做這個應用 而是要去展示說 它的內部的一些數據分析 不管是它的能力 它的演算法 還有它可以做一些 幫一些企業去做consultancy 去拿政府的開放資料做演示 那最近也很多人問我說 到底大數據還有沒有細 就是說呢 中國好像講了很久的大數據 甚至全世界各國 但是還沒有看到一個 非常明確的應用 那我的觀點是這樣 以及我聽到一些 中國在處理數據的公司呢 其實他們的觀點都是覺得說 還沒有到達發力點 所謂的發力點就是說 現在還在累積這個能量 就是說 很多的數據分析的結果 第一點 它是一個比較隱蔽的 就是說 我是一家公司 我請數據公司 我請數據公司 進到我公司 去幫我搭我的數據框架 搭完數據框架之後 去進行數據分析 要嘛是數據量太小 要嘛是分析方法 大家還沒有找到夠好的 要嘛是都很好 但是這個trade secret 我認為這其實是一個營業秘密 就是說他們得到的一些資料 都只會用在內部 去做一些商業上的策略 而不是說公開拿出來去講 所以其實現在就感覺這個行業很火 可是都沒有看到成功案例 我覺得可能跟它的本質是有關 就是大家去做數據分析 要的還是得到一些別人不知道的事情 而別人不知道的事情 當然就不會讓你知道 OK 所以那些數據分析公司只會說 哪些哪些哪些廠商用了我家的服務 可是卻不會去推一些案子 那他們有一些 就是那類公司 你會跟我講 其實狀況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 喝個水 這邊台灣會像雞排 完全沒有關係 這個東西真的 我是因為我不在新竹 我是後來才發覺說 有一個賣雞排要開原色 對 如果想講什麼 不學不能錄影的 我們可以立刻把它提一下 沒關係啊 我後來覺得我已經抓到那條線了 所以現在講點很順 沒有 因為每個講者 他都會有一些部分是不能錄影 我後來這樣子發現 喔是嗎 其實我很想問你們問題的 題外話 真的有人會去看那個錄影嗎 呃 我們會把它轉了 然後放到 然後 然後 然後提供給社員去看 因為啊 我以前也辦過類似的社群 然後也是請他來講 然後人數也就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我發覺我攝影社員 真的很辛苦 之後放到哪裡去之後 後來點閱率只有十個以內 那我就覺得我錄個屁啊 就是 我就覺得我不想錄了 因為我只為了那個點 點閱率是什麼意思 他等一下去看一分鐘 都關掉一次一次 你知道嗎 然後竟然才十幾次 我就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再也不錄 我就規定大家一定要來 結果後來就哭到我自己 因為我後來離開那個社群去中國了 然後我發覺我都聽不到 因為他們都沒錄影 大概是這樣 再來呢 我要講一下 我剛剛政府的 沒有忘記講 就是我看到 就是剛剛商業上的問題是說 大家沒有去把它open出來 而政府上的問題是呢 它的open data 很多不是你想的open data 在中國呢是有一些data呢 它是限制性的開放給部分的人 也就是說呢 像我之前看過某一個比賽 然後那個比賽其實一開始呢 是必須要資格審查的 就是說你的團隊要先做過哪些app 而且是取用過哪些比較common的open source 他所說的open data 的database或dataset 我才能夠你才獲得這個受審查的報名資格 然後呢進來之後呢 你就政府可能就看說 你今天要去提出說 你想要政府怎麼樣的資料 你想要做出怎麼樣的應用 知道他要取用的範圍 跟取用的這個目的之後呢 再讓他進來 然後做出政府覺得很高質量的一個app 或是這個應用 那我只能說啦 這個能夠理解 就是所謂能夠理解就是說 這個事情如果發生在台灣 就一定被幹爆嘛 大概是這樣子 那在大陸的情況是這樣 我記得我在那個群裡面有講一句話嗎 我說如果要一言一蔽之的話 就是這個 我給你才是你的 如果我不給你你不能要 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情況 那我的感覺是 就是現在中國的 中國是在漸進式的開放的改革 所以它不會動的那麼快 但是我的感覺是呢 有慢慢慢慢在開放 所以這一塊我覺得是必經之二喔 然後而不是說 我們現在當然就是覺得不一定 跟我們的想法是一樣啦 但是我的感覺是 它慢慢慢慢的在往一個開放的方向走 那我只能說 我還是樂觀其成的喔 那大概是這樣 那我這邊看到這個開放的 是剛好想到 因為我要想一下我今天原來的 簡報上面做的東西喔 好那我剛剛也有講到一個 文化面的東西喔 都有我想想 文化面是這樣子喔 就是在大陸呢 大家參與這一類的活動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熱情 比較像 我去大陸比較像 民國大概七十年的氛圍吧 民國七十年到民國八十年 就是我很小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台灣的氛圍是什麼 就是愛兩家贏啊 就是你要拼 然後就可以賺到錢 當然是這樣的氛圍喔 我去大陸很訝異的一點是呢 那個上海的同事 你也可以去過看其他大陸人 問他有沒有那個 問他說你會不會唱台語歌 或是你有沒有聽過 某一些有名的台語歌 他一定會告訴你說 有 我知道一首台語歌很流行 叫什麼 愛拼這麼贏啊 他真的會 就是這首歌 在大陸現在 其實是流行的 流行的幾年了 原因就是因為大陸的社會進程了 比台灣來得慢 然後呢 現在 就是 現在其實大家正是一個 我拼了去賺錢 然後我才不管 或是我不care 環境污染 我們早期台灣也是拿環境去換經濟嘛 然後也是 就是不見得關心一些法治啊 人權啊 社會賣動啊 等等 就覺得說 我先賺保我的錢 再說 因為我上一代很苦 那現在大陸其實正好是 這樣的情況 跟我同年紀的人的父母親 都經歷過文革 OK 其實他們 就是如果 還在的話 就是說都是很苦的 就是在那個年代都苦過非常苦 所以現在想的事情就是說 能夠這樣子已經很好啊 想當年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能夠賺到這些錢 其實還挺好的 然後也不這麼 不那麼一定會覺得說 不滿不滿意現狀 我後來想一想覺得說 對啊 現在當下的台灣人 對很多事情很不滿 但我回想說 我小時候 其實比現在很多事情 更應該不滿 但我卻覺得那時候 我心裡是比較正向激起的 就覺得說 好好讀書以後 好工作做 可以來練法課對不對 OK 所以你說這個 我當時還能練法課 反正就是台積電練這樣子 所以當時我們受到 教育跟環境是那個樣子 大陸跟現在 大陸跟那個時候很像 那這個文化層面 也導致了一些問題 例如說 像我們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很流行 什麼捐寫啊 公益啊 捐贈等等的 那 其實他們現在 是不喜歡這個事情的 原因是因為呢 他們覺得做公益 某種程度就是 浪費自己的資源 在不知道誰手上 他們有些人 很有善心 他們會捐錢給路邊 看到的膝蓋 但他們卻不願意 透過體制化的方式 去捐錢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不信賴 中間人 會把這個資源 真的交到 需要的人的手上 OK 所以說其實在文化 方面來講 他們對於公益的參與度 並不是很有興趣 然後呢 他們對於這個 就是 比如說 open source 或是參與這種事情 只要他有可能 可以讓他賺到錢 或賺到名聲 他們就會想要做 如果是 像台灣我遇到很多默默 他既賺不到錢 可能也賺不到名聲 的一些貢獻者 這樣的貢獻者 在大陸非常非常難找 因為大陸人會直接說這種人 叫傻子 對 就是他們直接說 做很傻子 怎麼可能會做這種事情呢 就是 他們對那樣的人 基本上是 如果不是貶抑 就是覺得莫名其妙 簡單說是覺得說 這個就很奇怪 怎麼會去 做類似這種事情呢 所以 我在大陸有時候 也會進行一些宣講 然後去講一些 台灣open source 一些成果 或者是我講說 我對開源的一些理念 我就側面的偶然聽到 有人就說 就側面的 不是他直接講 他講說這個人 他一定富二代 為什麼呢 他說一定是家裡 很有錢 有錢 不知道在想什麼 然後才來做一些 看起來好像是公益的事情 否則 人怎麼會無聊到 去做這種事情 而不是好好去賺錢 OK 就是他們的思維來講 我想我家哪有錢 根本沒有 那只是說 那個 他們的一些文化認知 跟我們是不太一樣 所以 我覺得基本上 我看待中國的 不管是開放資料 或者是開源社群等等的 整體社會的文化 其實才是 它整體發展欠缺 很豐富的營養 那台灣是因為整體的 這種公益性質的 土壤很肥沃 所以呢 這個事情只要一點了 馬上就可以run起來 那 現在其實我在大陸 我發覺大陸人是只看大國 就比如說政府也好 或什麼 他看見美國怎麼樣 南國怎麼樣 然後 台灣在大陸是沒有聲音的 他們就算有人知道 他們也不會拿說 那台灣做得怎麼樣 某種程度是這樣 因為呢 當他拿出來說 台灣做得怎麼樣的時候 它會形成一個挑戰 就是說同樣是中國人 為什麼台灣人做得到 大陸人卻做不到 會有 其實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矛盾 那但是如果是美國人做到 或者是歐洲人做到 他就說 這 這國情不一樣 OK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聽得懂 這裡有一些邏輯上的一些 會有些挑戰 所以 有時候我發覺 我在那邊講 那他們可能就覺得說 真的嗎 或者是聽完就覺得說 那怎麼樣 那你 你能讓大陸人也做得這樣子嗎 就是 某種程度會挑戰我 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 我也一直在思考 我在大陸仍然會 持續的去做這種 就是跟開源 然後開放社群 相關的播種 還有宣導 但是 我要如何真的做出一個 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 開源或者是開放資料呢 這也是 我一直在想的一個點 所以 或許各位 我今天來這邊做一個分享 不是說只是 就是說 不是說只是來 來講而已 我也希望說大家有些反饋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然後或者是有些想法 你覺得你有問題 然後我們可以 一起討論看看 所以 我覺得我現在講了 差不多45分鐘到50分鐘 然後我也想知道說 我 這個都還沒講 不好意思 因為我今天撿包花袋 導致有些東西 會漏 那這是一個什麼東西 開源社 很有趣 就是 它是透過一些公司組織跟社群 合作起來的模式 在台灣我還沒看到 所以我會特別講一下這個東西 當時 因為我個人 也是有救援到這裡面來 所以 就比較清楚它運作的情況 它算是一個嘗試 什麼叫做一個嘗試呢 就是 中國過去有很多 就是由政府主導的一些這種 什麼協會啊 之類的 但是 商業公司如果參與的話呢 它就是 怎麼講 就是派代表去那邊開開會 然後政府那邊做一些事情 然後就結束了 OK 然後並沒有真的形成一個社群 或是一個自發的一個東西 但是呢 這裡 開源社是由中國 支持開源的企業社區 還有個人 它組織一個開源聯網 OK 其實 一開始目的就推廣開源 那直到今天呢 內部都還有很多在討論說 那到底開源社在幹嘛 它做一些事情 但是 內部人都不一定 同意 或是 理解 那可以看一下核心 這五家 這五家 就我自己講 GitCafe嘛 那這五家就是有 CSDN CSDN 大家有聽過嗎 CSDN 就是 China China Software Developer Network OK CSDN它做了一個東西叫Code 還有GitCafe Ganome Asia 是一個社群 專門製作 Ganome就是一個桌面環境 大家可能聽過 還有 U企林 這個Ubuntu Killing 如果是英文的話 Ubuntu Killing 是由 Ubuntu跟中國的 等一下公司叫什麼 叫麒麟嗎 還是叫什麼麒麟 我忘記了 合作了一個 在地化的一個 在地化的一個 LX版本 還有之前的 微軟開放技術 現在這家公司 已經被整併回微軟了 那 開源社其實一開始是 由這幾家公司 合作了起來 但是又覺得說 希望影響更多人 所以有一些成員 那這些成員 說白一點就是說 它總是跟開源站得上邊 不管它的產品 有部分是開源的 或是讓推崩開源的 那 當時因為我在這個 社群裡面 所以想要去推動一些 有趣的事情 就是 同時我是企業的代表 Gee Cafe 但是同時我也是希望說 個人透過這個組織來做 所以當時其實辦了很多 線下活動 去學校啊 或者說在企業裡面 辦了Hackathon啊 等等的 那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意識到了 中國的企業面對開源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定要對它有利 所以當一件事情 對它很有利的時候 大家搶著想要去做 例如說我當時做了一個 叫做開源者行的活動 就是開源的人走出來行 就是走到哪了 走到校園 那當時去的像是 北京的清華大學啊 然後北航北游 還有各地 清華大學哪一場 或是復旦大學 就一堆會員的 一堆會員搶著說 我想去那邊分享 其實他看中的是說 這個會員的公司裡面的人 他可以到這個學校演講 平常都進不去還要交錢 但是透過我們用這種 比較公益性質的方式 進到這個學校 我們是跟學校社團去合作 那反而呢 對它為人在學校裡面打知名度 以及在校招 就是校園招聘方面呢 都會有一些幫助 因為這些STARP平常都很難進得去 所以像各位可能看到一些LOGO 我們也看過 那就是因為中國有很多的STARP 那總之我們就聚在一起 又有大價的 例如說什麼eBay啦 海爾之類的 那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 那就是希望是做一個跟開運相關 而且不要有商業色彩的內容 所以目前我們還在嘗試要怎麼做 然後同時這個 這個開運社 其實也有開始一些台灣的開運社群的人 Join進來 就除了我在大陸生活之外 台灣本地有一些 來看看中國這邊怎麼做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今天來這邊講這個東西 各位願意花你一下半時間來這邊交流 我覺得大家都有一顆社群的心 不論這個社群是在公司內部的 或是說在你有可能跟公司外部的一些人交流 那我覺得多去看看大家正在做什麼 也多去說你現在正在做什麼 我覺得這是社群最大的意義 如果說這每次只是參與 然後一句話也不坑 然後就走了 其實我覺得這種參與不是很有價值 那我今天其實就先分享一些 就分享一些這個內容 然後你們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我覺得都可以直接來交流 就這樣 沒有嗎 沒有啦 我想問一下像中國的 現在的那個 就軟體公司的環境大概是怎樣 因此的環境是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例如說我們像 我們知道說台灣可能像某些地方會有一些stuff 然後可能也會 就大家會知道說像台灣可能硬體公司比較多 然後軟體公司有一些 然後也有一些像stuff的這個狀況 那所以像中國一邊的情況 簡單說 中國軟體公司分成兩個大類型 一種叫做IT公司 一種叫做互聯網公司 如果說互聯網公司呢 它的模式呢 就有點像是我 如果講說台灣的話 可能可以對標的是 例如說PC Home啊 Yahoo啊 這一類的 那IT公司裡面呢 其實他們所想的事情就是說 我要做出一個系統 不論這個系統是 直接做成軟體賣給廠商裡面用 或者是幫那個硬體去做代工 像各位如果是軟體人在聯發科裡面的 這樣的類型 他們都認為說就是IT公司 那通常現在中國比較活 就是比較活絡的是互聯網公司 因為呢 這也跟大陸的政策有關啦 就是李克強總理提出這個 互聯網家這樣的一個政策 大家有聽過嗎 互聯網家 好 大家沒有什麼反應 應該是沒聽過 其實這個政策 很重要的一個點是呢 它希望 那個家是plus 互聯網家 那個plus 那這個政策其實是 希望能夠呢 讓中國的互聯網公司 帶動中國所有的相關行業 比如說製造業也好 醫療業什麼業 你想到任何行業 就是互聯網家什麼行業 它就會形成一種新型的 產業轉型 所以說呢 傳統的IT公司某種程度 比較 在這個浪潮之下 比較 不那麼火紅 反而是互聯網公司 簡稱 比如說BAT 大家有聽過這個簡稱嗎 BAT 百度 阿里 跟騰訊 那還有一些像 比如說 360啊 金山啊 這些之類的公司 他們就形成了一股力量 然後呢 所有現在中國好的大學的 計算機科技的畢業生 其實腦中想的首選 都是要去互聯網公司 而不是IT公司 所以說會去到比如說 就是我剛剛講的IT公司類型的 除非它特別有興趣 要不然它的首選就不是 就不會在那邊 因為 大家是很重視這個 是職業發展 不好意思 看一下 好 那 就是 所以你說 環境的話呢 就一定是去BAT 然後尤其是可能阿里巴巴 會更加的 就是更加的有名這樣子 所以 會紅公司就是 像台灣講的電商 電商是一部分 而且阿里巴巴主要是電商跟金融啦 那百度的話 其實就是Google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就比較像廣告公司 然後騰訊的話呢 主要賺錢是遊戲 遊戲能賺錢 然後還有當然金山 還有 請問 我們有個沒有請問 就是現在看到 護理網公司的話 我們知道什麼東西 就是 其實像金東僑米的話 這些都會貴在那邊嗎 對了 金東僑米也是 然後 那 就是 那個地方多了 都講 那個 金融多麥改消息 就是 就是 一個金庁的向中國 大家 那邊 很容易到這裏 然後呢 這邊 你剛才看我們的 我發現會有網路的證書 那些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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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證書 有一些奇怪的證書 那我倒覺得說 這邊的證書 那些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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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自己 當然 所以 美國 甚至 我いただい 相當 我 有人 果然會代替所有材料的話 製品物吃武琬� Alg reviews 這檔篇部分是簡誘一下 軸晴Soلم 但藉用藍藍合 kao n scou 我記不記得 藉用藍藍 Those scale 我們倆г至有三幾個東西 藍藍到紅藍 其實如果要分享在那個地方,我所看到的一些互聯網公司的,就是他們的營交手法等等,我會覺得,某種程度大陸現在在互聯網或是移動互聯網這個浪潮之下,走的已經是全世界最先進了,真的全世界最先進,比如說剛剛這位同學講的就是, 那邊甚至有,譬如說除了我們講歐多,最簡單就是電商,電商就是往上下單送到你家,這個大家都覺得很正常,那後來呢發展到就是說,你大概往上下單什麼東西都可以送到你家,任何的service,像吃飯啊,我經常在點外賣,然後我們現在跑到點外賣,基本上或許已經有些服務了,但我們最習慣的還是電話一打開哪一家就叫他交便當來嘛,因為不是啊,那邊就直接我手機打開,他就定位在你家, 在哪裡,然後給我附近可能一百個店家,OK就真的一定有那麼多,只是我攔在往下刷而已,然後去看哪個店家可能有哪一些補貼或者方案,因為呢有一些APP剛出來的時候呢,他希望大家都來用 所以發現攔很大的營銷費用,例如說是一個便當折十塊之類的,我只是人民幣喔,就是說覺得哇,這超便宜的,然後就去買,然後 然後它就是為了讓大家去用起來,用習慣之後呢,我就發覺說其實就算沒檢驗,我還在持續用 因為人的習慣慣性就是這樣子,另外一個O2O其實是打車軟件,就是說叫計程車 我現在大陸真的已經,我回台灣才發覺計程車真的很難叫,就某種程度 我除了能叫計程車之外,他們現在的滴滴或者是快滴這兩個是比較大的 而且後來他們決定合併,就是說他們兩個已經換股了,所以說就沒有再繼續競爭 之前競爭很激烈的時候,曾經有做到說什麼,甚至有免單的事情發生 所以那免單就是說你叫車,它直接給你折離14塊,我起跳價是14塊在上海嘛 所以讓你免期募費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你可能覺得說,我當時真的覺得說怎麼有辦法補貼到那麼多 但是總之他們的資本就是這麼大,所以是有辦法完成這樣子 那在台灣我覺得連做出一個跨車行的APP,都可能是有它的很大的難度 因為沒有人願意去投資一個跨車行的平台 因為大陸都是跨車行的,所以我覺得這可能也跟資本有相關 那談到資本,這位同學說在大陸基本上整個都是資本主義 我個人覺得說呢,其實呢,外觀上看起來是這樣子的 但是呢,它跟資本主義有最大的不同是,一旦政府認為什麼是它想干預的時候 這時候資本主義就一定會退讓 OK,這是跟資本主義有很大的落差的點 國外的資本主義是真正的資本能夠控制國家 但中國絕對沒有跳脫的一個點是,還是國家控制資本 只是國家讓資本有自由,讓它可以去做任何事情 除非國家這時候想要插手 所以我覺得它體制上跟本上的不一樣 只是你感受上,我比如說,我感受上是在大陸 那個資本實在是太恐怖了 比如說,那個像之前的什麼股市到多少點又跌下來啊,什麼之類的 我們小時候其實都經歷過嘛,什麼那個 以前上萬點啊,或者是那個什麼 那個國泰人壽,什麼一千塊一張啊,一千塊一股啊,之類的 我想大家可能都略有聽說過那樣的事情 那樣的事情在大陸都正在發生啊 所以,投機的人很多啊,還有像那個 我剛才講到那個支付的工具喔 比如說,我用支付包,我覺得真的非常好用 它應該是全世界最好用的那個支付工具 我除了繳家裡的什麼水電費、帳單 全部都只要,帳單來了有條碼 我就可以直接掃條碼,我就在上面繳了 去全家便利商店也是,我就直接拿出來 我QR過它掃了,就直接從裡面扣錢 就是它收一劑,按下去,啪,我就扣錢了 那就不用說我在confirm,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甚至呢,我的錢可以拿去投資 例如說呢,我裡面,我存錢進去 然後我錢可以,我不行啦,但大陸人可以 因為這是涉及到國籍喔,就是 大陸人可以說把這個錢,譬如說我存了 十萬進去好了 我就覺得,我怎麼可能一個錢包需要十萬元 裡面只要一千塊我可能就夠用 我就把裡面的九萬塊,我就把它存到一個東西叫余額保 余額保是什麼東西呢,就是你可以 當成投資基金一樣,而且它是至少保證什麼 保證你錢不會虧,你錢進去是一定保值的 然後呢,它還一天寄利息,是天喔 所以呢,你進去之後,你可以三天就結約 可以五天,或是你可以結一部分 就是這時候我現金不夠了,我就從余額保 打一部分錢出來,到我的這個 支付寶的現金帳,然後我再拿這個去付 然後還有很多其他 各類型的一些服務,所以我覺得 這些東西都是你去那邊感受到 你才會知道的,等我一下吧 各位,喂,喂 嘿嘿嘿,對 嘿,我知道 對對對,對對對 一步,對,對 十七寸的,十七寸的,一步一步 十七寸的,一步一步,十七寸的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本來是覺得說,如果分享大陸互聯網的一些服務 可能這個議題會更加的有趣 但因為跟今天本來議題,我覺得好像不是很相關 不過還是可以講,因為我們時間很多 還要什麼需要交流 可以出問題嗎? 就是說,像現在在座各界大陸都在台灣 那假設我們想要了解一下大陸 就是剛剛你提到一些互聯網的產業發展趨勢的話 我們現在要的資訊比較不夠找得到的 好,首先那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關注他當地的媒體 那怎麼關注他的媒體呢 我個人建議,也不是建議,我個人常用的方式是這樣子的 我會用微信 大家有用微信嗎? OK,你們可能不一定有用 但是微信如果你不是拿來聊天 比如說微信跟LINE其實是差不多 簡單來講是這樣 而且微信比LINE強大太多 除了圖比較重而已 但基本上其他全部都完勝 那它裡面有個非常 就是說,我這麼講 各位現在看新聞從什麼管道看 一定從Facebook 所謂Facebook就是說 你連接可能交了幾百個朋友 然後他們可能會轉貼什麼新聞 於是會出現在你的牆上 越多人轉貼了越看不到 在微信上也是這樣子的 只是你跟Facebook說 微信我就沒朋友 確實你會沒朋友 因為,不是啊 就是說,因為你現在沒有家人嘛 而且你家人可能他也不分享 所以就看不到 問題是呢 它上面有個東西叫做公眾號 類似粉絲團的東西 你可以去按讚 然後你去關注一些公眾號之類 之後呢 它會定時的去推送一些文章 舉個例子 像大陸如果你想要關注 STOP比較多的新聞的話 而且你不管質量 你只管速度 或是大概了解的話 有個叫36克的這個網站是可以看的 那它的公眾號也可以看 或者你直接 你習慣訂閱RSS 你也可以去訂閱 你就看大大方說 我是因為不用RSS 所以這個不一定36克 然後相對深入一點點的 比如說是虎秀王 老虎的秀卷 就是虎秀王 然後呢 還有 其實我現在一下說 我也 我想看喔 我會定期看什麼 還有啦 如果你今天對於一些議題有興趣 我會這樣收關鍵字喔 在公眾號加了那個地方 比如說我對開圓有興趣 我就打開圓 它就出現一大根公眾號的名稱 有開圓的那一號 我就一個一個進去看 然後看什麼呢 它裡面的文章在寫什麼 它的水平寫得多相近 如果我覺得這個寫了我覺得夠格 然後我就會加它 然後以後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因為我實在是加太多了 所以 你容許我看一下我的手機 然後我可以告訴你哪些號是 比較值得看 我是說真的 就是說各位 應該可以體驗一下 微信 就真的是很 怎麼講 就是說 我覺得它做的已經是特別好的一個服務了 所以可以 沒有用過的可以體驗一下 好 比如說呢 假設你今天對於阿里爸爸有點興趣 他們到底要幹嘛 你可以訂閱阿里研究院 OK 它叫阿里研究院 可是 我現在講好像你也無法 你也無法加 我不知道該怎麼傳給你 如果你加我好友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號傳給你 然後呢 有一個叫做愛泛兒 I F A N R 愛泛兒 中文叫愛情的愛 泛就是 是 范仲淹的泛兒 就是兒子的兒 愛泛兒 這可以看 然後 有一些社群自己也有 所以想關注那邊社群的話 都可以去直接輸入社群的名字 然後 程序人之家 程序人日誌 這類我都會關注 然後上面就會講一些 很多跟程序人相關的 如果你各位覺得 你想了解大陸的程序人的話 他寫的是比較社群一點的 然後 有個叫創業 創業幫雜誌 他會去 創業幫他會去 寫很多跟創業相關的 我是會看的 我覺得這個寫得不錯 還有程序人日誌 程序人我就推薦兩個好了 一個叫程序人日誌 一個叫程序人日誌 一個叫程序人的那些事 OK 這兩個是我會看的 我訂閱差不多 我先看一下 還有一個跟程序人相關的 叫 Developer Works 不是App Works 是Developer Works 就是那個Works 然後基本上 連一個 你說 那個 你加我微信 然後我把這個 加我微信 然後我把這個 你講什麼 加他微信 我說你可以加我微信 然後我把你的人再給我 再給我 可以 給我你的號碼 唸一下 好 我不要打在螢幕上 唉唷 可以打在螢幕上 怎麼做到 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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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要加我微信啊 呵呵 這樣比較快 我直接 唸一串數字給你 就可以加了 有ID啊 聽得到嗎 喔 怎麼可能叫K你 這已經被人家註冊了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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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會想 所以我應該要 你能幫我P給他嗎 我能 我能打 我打字給你 好這樣比較快 那 然後我會把 然後我會把 我會把 我跟你講 你現在就只要聽一組 對對對 好 156 016 74750 就輸入 然後 加好了 裡面的人就會說 因為這就是我的手機 好 我把它綁定 就這樣子 156 016 74750 沒看到你加我啊 Richard Lee 有齁 Cannibal 看到你了 看到你了 好 OK 然後呢 總之 就是如果各位 就是你 對於這個 微信號 真的想訂閱 你就來 就直接加我微信 就打剛剛那一傳 然後 你加我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把那個號 推給你 或是我們拉一個群 就可以直接推進來 有人有興趣嗎 有嗎 那直接 沒有 現場現群 就是它有一個功能 叫做發起群聊 然後發起群聊之後呢 就面對面見群 然後 輸入一個數字 叫做 有輸入 大家會不會用 就是說現在打開 按那個 加號 然後按 添加 發起群聊 然後 發起群聊之後 就面對面見群 你可以看 試試看 不一樣 回信跟回合不一樣 不一樣 回信跟回合不一樣 不一樣 回信跟回合不一樣 比如說 好 我就打2015好了 現在就 面對面見群 然後打2015 然後你就可以 進到一個群 試試看 你有過用嗎 我感覺好像他還在下載微信 呵呵呵 真的喔 好 等一下 因為現在的感覺 現在的感覺 現在的感覺 對啊 就是說你們有那個 什麼想問的都可以問嗎 其實我剛剛最想的做程式 你們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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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找中國 的 programmer 來做 找中國的programmer 來台灣工作 最大的問題是 你想找哪一線城市的 你想找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還三線城市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是因為如果你想找 一線城市的程序員 來台灣工作的話 基本上 台灣付不起他的薪水 就是台灣現在的薪資 是比大陸一線城市便宜的 簡單說是這樣 我雖然不真的曉得 各位的薪資 而且各位的薪資在台灣 已經算是比較高的了 但是 在大陸的話 我舉個例子喔 就是 一個 北大清華一線 好的學校的畢業生 大學畢業生 而且他是會 某一個語言的 就是說 就他不是完全不會 有的畢業生 大部分是完全不會 只要是北大清華的 學校畢業生 會某個語言的 他就可以拿到 月薪一萬六 到兩萬人民幣 月薪一萬六 兩萬人民幣 所以差不多就是 八到十萬台幣 也就是說 他只要是一線學校 然後會某個語言 不用很強 他是會 就有這個薪水 各位可能聽到 比如說 莫名其妙怎麼可能 我就告訴你 這是事實 這是我聽到的 可是在文章上面看到 就是他說 他們在北京的生活 每個月能存下來 這個東西 因為很貴啊 對 他們有算過 每個月的開銷 吃飯 人民幣多少 然後租房子 基本上 EVEN是十萬 你們換多塊人民幣 你就光是先算租房 所以在大陸 你當然會說 他們的薪水高 是合理的 但你想想看 十年前的大陸 可不是這樣的 而且至今的大陸 都有很多人 還是很低很低的薪資 你可以去看 比如說一些 像我之前看到一個 JOPEN網站 發布的一個消息 是真實的 我所謂真實證明 有政府 跟他一起發布一個消息 2014年的中國大學畢業生的起薪 是印象中好像才四千多塊吧 大概是四千塊左右 我想說三四千塊其實 跟我們二十二可以差不多 所以 你要去想的是 中國的教育是很有問題的 它的問題程度 是比台灣還要嚴重的 這個可能 我的觀點 就是說 這個個人意見 因為台灣經常會聽到一種 就是兩個極大的觀點 一個是說 中國的 學生都超認真 什麼半夜兩點還在圖書館之類的 OK 你聽過這樣一個觀點 另外一個觀點就是說 中國這種 中國的教育都完蛋 什麼之類 這些畢業生培養出來 已經沒有用 從小就爛到大這樣子 OK 你們努力也沒用 這兩種觀點 我都覺得是有點問題的 首先 他們的sample 他們的採樣 都是採到剛垮的那些人 我跟你講在中國就是 你講得出什麼人 你就找得到什麼人 因為中國人太多了 剛講的那兩種人都同時存在 在一個社會裡 不一定同時存在的一個學校裡 但是 平均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要講的是 真的好的一線大學 他學生當然是還蠻認真的 我剛剛講的北大清話 那有到那個程度的 我只能說 就你現在90後 所謂的90後 就是1990出生之後 那批人來講 他們也不一定認為 讀書成這樣子 是一件健康 或者是一件好的事情 尤其是你知道中國高考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他的高考是多壓力大 他們很多人上大學真的是有力玩四年 就某種程度就是真的比較放鬆 只是放鬆程度不一定要看學校 不一定比台灣來的放鬆 像他們的 我聽到他們高中生是這樣子的 高一高二這兩年 把高三所有的東西 就一到三都不交完 高三那一整年就是每天寫考卷 不做別的事情 就每天一直在寫考卷 這個東西不是奇怪的 這個東西常態 在中國每一個高中都這樣子 在北京有一些特別的高中 還是做到是1.5年 教完三年的東西 剩下1.5年一直寫考卷 目的就是為了要進北大清華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家境比較好 或是有一些想法的人 他可能乾脆讓小孩子出國念 因為你出國隨便 也不是隨便 你出國念一個還算聽過的學校 其實那個學校在世界上排名 就已經比北大清華前面了 所以與其在國內走那個宅門 不如說出國 那北大清華呢 他的好處就是他畢業是真的 中國人真的認學歷啊 就說某種程度 就像以前我們的台大 好像說你讀了台大 出來就一定有好工作 他們還在那個階段 而且中國人實在是太多 所以呢 大學錄取率 不像我們這樣那麼恐怖 所以我只能說 剛剛講到那個薪資水平 其實在中國算是極高的 但是 你說一個大學畢業生 1萬6到2萬 我說實在話 這個 這是有點不正常 那是因為他們的學歷 再加上他們的能力 但他們的能力其實都不是很高 但是他們就覺得說 你有這個學歷 代表第一關 什麼 你受得了 你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還受得了 然後脫穎而出 代表呢 你就是一個 很優秀的人才 好不好 就是 你很 就勞方 資方叫你幹嘛 你很勞方都會聽啊 才會 才會辦法那麼優秀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 你還自己有空去學一些東西 如果剛好又是社會有用 就代表說 你是有眼光 你知道要為了職業發展 而不是只為學校成績 所以這樣的人價值會非常的高 那這也跟去年前年 中國的資本市場 非常的蓬勃 有關係 那時候是因為呢 想要程序員請不到人 就這麼簡單 想要程序員請不到人 就會程序員價格都虛高 所以經常我聽到很多公司的程序員 隨便薪資都什麼 就三萬四萬 我心想說我靠 怎麼會那麼多 就是很難理解 像我最近有個朋友 他去中國 他是一個已經有七年的 IOS的開發經驗 然後呢 普遍來講啦 就是他的薪資一定是有四萬到五萬一個月 而且還不講一年是幾個月的月薪 就是單月的單價來講 就是一個月四到五萬人民幣 那你說一個做IOS開發在台灣 怎麼可能拿到這個薪資 很難啊 我聽到很好是幾萬台幣就已經很好了 做IOS了 所以很多人往那邊走 其實就是因為機會好 除了錢賺很多之外 我不再洗腦大家 就是我不看到啦 我看到 因為年發課也很好 那就是那個 我看到就是說去那個地方 除了你心智高之外 你還可以有一些眼界 就是說台灣真的是比較封閉 某種程度就是大家是看得到就是 可能就是園區的東西吧 就是說沒有辦法是很廣闊去看一些東西 我雖然在上海一家小公司 但我接著要去一家很大的公司 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東西 就是我在那個小公司 我就已經可以看到 這個行業中很多的東西 重點是你願意走出去 有的死宅程序員就不願意出去 那沒辦法 但是你只要願意 就是真的就是出去 然後接觸一些conference 或是一些行業裡 接觸認識人 中國真的蠻大的 然後你會聽完了消息 所以你會覺得被衝擊 那他們從小都被衝到大 沒有什麼感覺 那我是覺得說就好像 這個原住民到訪華城市看到那樣子 很驚訝 對 所以我覺得 各位在大公司待 我覺得 如果有 有遭遇是有一些轉機 那也可以去 你現在可以先多關注中國的媒體 但是呢 我只能說關注媒體都是 都只是接觸到資訊 但是你可能不會衝擊 因為我以前有在看 那我接下來會去大公司叫華為 各位應該聽過 對 那我去華為其實是要做這個 開發者社群的精靈 還有一些東西 就是他們也希望能夠 更接觸到開發者 那這個聽起來 大陸人聽到說華為做開發者社群 覺得很奇怪 就有點像是你聽到洪海說 我要跟開發者當好朋友 因為覺得說 洪海跟開發者當好朋友 就聽起來很奇怪 所以我當然是要去面對一個奇怪的事情 去把它 試圖看怎麼完成 所以我也是希望說 如果再過兩年 有機會還跟大家碰面的話 可以分享一下 再過兩年之後 我再華為一些經驗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個 今天我其實完全沒有講到 我在GIG CAFE的經驗 所以如果 你對於一個starter 有興趣的話 那我也可以講一講 不過如果講到GIG CAFE的經驗 我就要關注領記 對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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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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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畢竟是比較confidential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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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